今天请你就是成家博客教师 林老师 你好 你好 其实你经常跟我们说 买房托、投资回报、旺温阵阵 听听很多 这一集想跟大家讲一种 按揭入息基金 就是和房地产投资有关的基金 刚才跟你谈 最近多人推出了一类人的基金 有什么好? 为什么突然起来 先说,不是说推荐买入息基金 其实更加趁今集跟大家说 建议要小心看清楚点 事源因为近期我们有些学生 拿了类似的基金来问我 说什么叫按揭入息基金 都派了六厘多 就当不光光 其实和以前说的债基金有什么分别呢? 想交代一下其实有很大分别 第一样要理解 其实按揭是可以证券化的 怎会证券化按揭呢? 假设大家如果在私资银行有按揭 譬如我欠私资银行是欠他500万 每个月就供16,000元 供20年 其实不是除有另外一个人 有个金主可以帮我属身 即是给500万汇丰 去买了我的按揭出来 然后反过我的16,000元供楼 就是供了给新的金主 从这个例子上说 其实一间楼透过按揭证券化了 它的债务是可被买卖的 因为刚才500万属身 是一个拿走买走的过程 而透过按揭证券化的好处 就是有些人 可能他专想收一些高息的按揭证券 就像2008年 就专买一些即是subrime mortgage 专买一些可能借款人 是财务能力比较差 或者于某一地区的楼宇按揭 买来收息 其实这些是收息工具 但问题是 但当年是刺激按揭 对 差一点 但现在会不会好一些 其实你问我现在就 虽然我相信同一个故事 不会隔十年再发生 即是今次的跌势 不会同一样 是 不会同一样 但会近似 我相信今次如果真的有跌市 虽然今次的抗股很漂亮 原空未必是subrime mortgage 但问题是 其实那件事的本质是不变的 只不过隔了十年 人们对这件事的解心可能不同了 不排除去到银行 有些人就拿了这些东西来sell 没有说不好 其实我想银行和大家都是中立的 但最重要是 投资者又搞清楚在买些是什么 首先这件事不是债券 这是一个证券化后的安揭债务 第二就是安揭债务 好像我们也说过 这是其中一种类型的基金 15、16、16年的回报都是上升的 好像挺好 但留意 其实它的持有资产 十大holding 十大持有 很多都是防利美 美国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家公司 是否有几亿 可能隔了 隔了一段时间 很深刻 可能稳定 Candy 或者大家当年常常说这些名字 其实这家公司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 很多透过他们证券化的按揭资产 很多这些贷款的人都还不到钱 因为它是十字 即是不是最漂亮 导致到 原本防利美发出这些波 原本的评级是AAA或AAA 一夜 或者总之短时间之内 被评级机构立即下降低 可以是一个更差的评级 2008年最后没有事 就是因为俗称美国政府拍胸口 就说它是没有事 因为美国政府当时印银纸 阿爷说没有事就没有事 即未有政府 最后就没有那件事 但有一样肯定的 就是它的评级 现在说是A grade 但如果一旦供款情况 脱供的情况是多了 它们的评级可以快速改变 所以对于这些 而快速改变是什么呢 导致按揭的价格急速下跌 2008年有人救它 不代表100年有人救它 那是19 所以大家如果要考虑投资这些基金 第一 可能大家要去思考清楚 其实大家熟不熟 这些按揭证券 它是有些跟2008年的次案 是有些相似的 第二就是 其实它们的评级 现在可能说得很好 但是评级之间可以一夜改变 改变的情况可能比一家公司的基本质数改变 所以绝不要认为它们是持高评级而认为这个投资品的风险很低 但是这些按揭证基金看到其中它有持有些优质的债券 譬如官方机构的MBS 会否其实整个基金里面的组合呢 其实它会不时去 譬如风险环境理想时 它就多一些危险 当你有些不确定性或风险环境恶犯时 它就側重多一些安全一些 它会调动比例 令到它其实是持续的 它过去一年回报也有5%有多的 不差的 当然过去回报是不差的 这也是我想有朋友拿来问我的原因 但再次重新 虽然房利美或者它持有其他资产 2008年试过是有美国政府撑腰 最后他们是无事 但是它现在的评级确实是优质的 因为它是A级 但他们的改变情况 可以比股票快 因为评级试过在2008年一夜之间 很多公司的评级 或者尤其是A级的按揭债券 例如房地美发行的 都有一个大幅的改变 当年其实为什么会透成金融风暴呢 因为原本很多人是投资银行 用了钱去买了房利美的债券 买人之后 再拿了这些债券 给其他银行去抵押资金出来 抵押了钱给他们投入股票 但当年就因为它的评级急速下降 或者这间公司的基本因素 即是俗称被人唱到皆知项文 原本投资银行拿了房利美的债券 抵押了 但突然被人扩拢 那它便要找数 那它怎样找呢 那它便在股票市场 就是放回原本买的股票 去盖上一笔钱 但这便导致美股当年一夜之间暴资 当然讲股点 大家可以查一查 而怎样暴资 我们不计较了 只是想说这类投资物 大家就避免要重蹈覆车 其实这一只就叫做按揭入职基金 即是你要向一些发行的公司买这些基金 就等于像普通买一只基金那样 但同一时间 其实譬如你交易所 都有一些ETF 那这些按揭入职基金 那这些按揭入职基金 会否可以直接一点 我不用给管理人资账 我自己在Extrain那里买就可以了 是 有什么产品呢 其实有的 如果观众听完都觉得 其实我对这个市场都挺熟悉 我想买 利金远取那个危险 不如讲解一个在美国上市的ETN Extraint Trade Note MORL 首先L是为利益 其实它是将这些按揭债务证券 买了一个投资之后 再做了一倍的杠杆2x的利益 最吸引的是牌息 不少朋友都听到眼前一亮 是派23厘的现价买 它的价格 其实过往一年的波幅 就约不在15至12元上落 但留意 其中一点想指出就是 其实这个MORL 它买的都是近同 同类的按揭债务证券 但它派的息高很多 相比了什么呢 其实这类按揭债务证券 可以做到回报都挺高 未杠杆之前可以达十几厘 但香港有些消售人员给的按揭入息基金 派的息是五六厘 当中的息差究竟是怎么解释呢 会不会是香港的派息基金收到息偏低 还是他们持有的按揭债务内的利便是很优质 只是风险低至值得给四五厘回报 而人家MORL那只很高 美供之前12厘而派到23厘 大家要深思 不过再次更次给多个选择 如果你想买 给两只 一只MORL 一只MORL 分别是什么呢 两只 MORL其实现在无法买 现在是close end了 概括说其实它太好买了 加上不排除的犯人UBS 他们又做不到对冲 所以他将它close了 这样就开了新的MORL 但你见一幅图 MORL其实是红色线 MORL是实色蓝线 你见红色线常常都在实色线上 因为MORL自从它close end了之后 现在它在家居所trade的价格 是对于MORL有6%日价 即是说它无法发行 但原本只剩下的unit 那些人都给它一个日价评级买入 其实市场对于这类的投资产品 需求是有的 是肯日价买入 但问题是风险亦同样高 大家投资要深思 而外国其实可以做到十几二十厘 那总体的想象 对于省湖来说 就算你说那些基金公司的 按揭收益基金 甚至乎刚刚你介绍的 交易所上的这些ETN 都是不值 即是都不建议散户 普通散户去参与 你问我如果在债券 或者普通房货的收息 都没做好或者没买过呢 那你问我其实选择很多 不如由债券 因为债券到期保本 以及一定有识牌 房货 那他就规定他一定要把某个钱 就回缽给他持有人的单位 那可以从这里开始 那就是做了原本的投资收息设置之后呢 再慢慢进一步去买这些 叫做证券化了的 按揭收益基金都没迟 那你问我这个看法 不是说他不好 但可能是适合一些 较为进阶的投资者 即是不要未学校才学走 对 Candy你的说法 我同意 OK 谢谢林sir 昔赞来到这里了